首先帶大家來看一下今天1月24日官方的維修公告 現在拍片時間是1月24號晚上8點 腳本是剛剛下午3點左右寫的 這禮拜不知道是換了小編還是換了企劃 公告的部分多了很多有趣的文案 還有一些蠻重要的改動 且聽我一一道來順便解釋給你聽 首先伊電提斯克的每日簽到和打3000隻怪的深入探險重製了 還有商店的周重製獎勵的可購買次數也恢復了 鬥走 再來是狩獵場優惠 就是黃洞出得更快戰狼經驗增加 目前暫定到4月1號 不過那天是漁人節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再來是一個0到100的活動 這個很屌 主要是否回鍋玩家或是新手幫他們練戰地用的 但如果你是老手玩家也不要放掉這個活動 即使你戰地已經練完了也有用 我建議你用這個活動去其他伺服器搞一隻101等的角色以備不時之需 至於為什麼之後會做影片講 最好是每一幅都有一隻101的 六轉跟開放桃園經的狩獵場 這個應該不用說了 桃園經的練功方法和地圖選擇及副本化的一些項目 最近也會獨立做一部影片來講 不然篇幅太大 還有每半年一次的救急燃燒也再次出現了 有別以往這次是直接燒到260 目的很明顯是幫助回谷玩家或是新手提早六轉 至於老手要燒什麼職業怎麼選擇還有練功SOP 之後也會有一部片專門來講 小本我已經寫好了 商城更新的部分 馬車的滑鼠遊標其中很酷 其他都很醜 還有肅琴復刻了 目的是幫創世最近剛解放的玩家可以丟武功 也因應滅龍逐漸被淘汰的新潮流 刪掉了內容物的一些垃圾可能是想增加玩家消費的意願吧 早該這麼做了好嗎 這邊這句一路成功從未失敗 表編肯定是好熊寶吧皮歪 愛美組合包裡面有三張皇家美髮跟整形 還有喇叭箱六個 賣378好像比原價便宜 對應這期的佛洛里安有需要的玩家可以考慮要不要買 主意蠻有特色的但不耐看 蘋果主標輪回上禮拜就出來了 還有兩個禮拜可以上訴 還沒抽到的趕緊加碼 反正我一家隨便抽都幾十萬對吧 值得一提的是到4月1號都可以拿40個蘋果隨便去換60顆AUT 不過最遠值到奧迪溫 幫那些轉蛋機跟青龍都很衰的玩家補個進度 像是我只抽到一次 慘 如果有同學要賣蘋果碎片的也歡迎與我聯絡 聯絡方式下面有 新一期的時尚箱也出來啦 這期的主題都是天空相關的 但不是我的菜就是了 皇家沒法美容來到旺季的四祖打 復刻了好久不見的佛洛里安 機率是感人到不行的0.75% 女的頭髮組織也好看 機率一樣落賽 要抽的同學自己斟酌年終領多少 我只能說 珍惜生命遠離皇家 卡牌包都是桃園境的怪物 但不出你們的老婆不知道為啥 可能是怕你們花太多 今天登入有送一個極限燃燒加速器在禮物箱 需要的同學記得0 注意他的期限 小心過期 這一串公告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畢竟每個禮拜都有 就不翻譯了 重點來了 在已知Bug的部分有幾項是蠻重要的 特別獨立出來講 角色持有天上止血狀態 被卡林三階大招打到的話 會沒有復活四創的Bug 這個很久以前在打黛米安的時候也有出現過 黛米安有一招好像叫流星墜落 當時被那招打死也會出現不能復活的Bug Hexa屬性的爆傷小數點後的數值會被無條件捨去的問題 我在1月10日當天就已經回報了 11號客服有回復我一線不是很重要的話 然後今天24號才公告 最後在現在的副本化地區 開輪迴的時候 怪物比1月10號之前還要來得多很多 這點應該等級高的玩家應該都有感覺 從1月10號開始到今天我大概有測一下 效率大概比New Age前多了15-20%左右 結果 這好像是Bug耶 呵呵笑死 現在公告說要進行修正 準備校正回歸啦 我也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網友的發言非常中肯 但是我怕他們用超派鐵拳揍我 所以我就不截圖了 熱心網友就說 對玩家有利的全部都是Bug 對玩家不利的全部都是正勝 好玩遊戲每天要玩 所以要練功要打碎片的同學 趕緊抓緊腳步啦 最後碎片置入在UI裡面到底什麼時候要改啊 不是硬要吐槽 但是為啥每次事情都要做一半啊 炒排